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慈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居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来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生 词迦牟尼佛的传记 佛法最主要的是尖跟律 我们说修多罗跟比赖也 记载佛陀的这一些事迹 主要我们说有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佛陀过去生的 我们叫本身传 一部分是佛陀这一生的 最重要的主要记载佛陀的传记 主要来自于比赖也就是律 修多罗本身记载的 比较不连贯 修多罗记载的主要都是佛陀说的法 那关于佛陀这个人 那么他的这个事迹多数记载在比赖也 我们说佛法主要分成法跟律 主要分成法跟律 那法是首我们说就是经修多罗 那律我们叫做比赖也 那么有关于佛陀的一生 最主要记载在比赖也 我们叫做律 那这是最初的记载 他有一些记载 但是这一部分 我们所知道的 那比较早期的律 传过来的律主要是五部律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佛陀通常都是从律 那么里面理解的 然后后来再加上那么经里面稍微说到的 然后凑起来的 那么五部律对于佛陀的这一些的一个记载 那么有一些大同小异不一样 那但是通常都是记载佛陀从出家修到成佛一直到他回乡神清第六年为止 就是从他出家 五部律我们先知道 就传到 这个是北传传过来的五部律 那南传主要是同牒律 他们就是所谓的律 律品大 那五部律主要就是四分律 我们叫做法藏部的 四分律是法藏部的 那么我们现在对佛陀的了解 这个都是从律典里面 律典以及经里面少部分 经就是经没有特别讲佛陀的传记这一部分 就是稍微提到然后凑起来的 听说你们都有看那个佛陀传 印度人拍的那个佛陀传 那个拍的也很好 但是那个有他应该他放文里面也有 也有一些佛陀传 那比较完整的就是马明菩萨的 就是现在很多人研究佛陀 包括德国的法国的英国 都有研究佛陀的一生 那么会找那些 就是留下来的一些断检禅篇 然后凑集 然后从各部律里面 然后把它编成一个佛陀传 变成佛陀的一生 但是这个还是编出来的 像佛陀的一生 印度人拍的那个其实拍的蛮不错的 但是那个佛陀传基本上还是 因为印度人基本上是印度教的 印度教他看待佛陀就是 佛陀是印度教里面的 司婆神的化身 第九个化身的样子 那么他最早印度教对佛陀这个人 他是否定的 他认为最早的印度教认为佛陀 佛陀是化现来破坏 破坏这个废陀的 所以就是要带领那一些不信废陀的人到地域去的 最早是这样的 后来就变成又开始从正面来看 就是他是司婆神的另外一个化身 所以他有一些观点也可能是比较属于印度教的 就是他会认为佛陀是 就是印度原本犯天神或是司婆神 他们认为是司婆神的化身 所以现在的普吉嘎亚 是印度教跟佛教共管的 如果你去普吉嘎亚 他是印度教跟佛教共管的 他不完全属于佛教的 这个记载在绿典里面的 是比较原始的 因为最早集结就是法跟绿 最早集结的是法跟绿 绿典里面有记载在佛陀的传记这一部分 他主要分两部分 就是早年跟晚年 我们先写五部绿 四分绿 五分绿 伸齐绿 四分绿 五分绿 伸齐绿 更有绿 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绿 还有解脱绿 一二三四 解脱绿 解脱绿是加设一部的 或是解脱戒经 他的绿广绿 那这五部绿 这五部绿里面记载的 那么佛陀传 再把它 就是 这个是早期的 然后有后期的 还有就是他有记载早期后期的 我们先讲这五部绿 四分绿是法藏部的 我们都谈无德部 这是北传的 有翻过来的 那么法藏部 五分绿是画地部 就叫做弥撒赛部 画地部 神取栗是大众部 魔荷神取栗 他基本上叫做魔荷神取栗 然后我们就简单叫做魔荷 就是 简单叫做神取栗 他基本上是叫做魔荷神取栗 其实就是大众部 根有律是撒伯多部 根本说一切有不律 根本说一切有 就叫做撒伯多部 说一切有 根本说一切有不 根有律 我们就简单叫做根有律 那基本上就是根本说一切有不律 那英语叫做撒伯多部 我们叫做说一切有不 简单 我们就简单叫做说一切有不 或是有不 说一切有 说一切有不 那英语叫做撒伯多部 好 解脱力是加设一部 加设一是一位人 或是叫做加设为 或是叫加设波 那这个是英译 叫做加设一部 他翻过来的 广律叫做解脱律 经叫做解脱戒经 那他有翻解脱戒经过来 那这是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佛陀的一生的记载 那么基本上是从这里面出来的 那么法战部里面 法战部叫做 我们来看一下 法战部里面对佛陀的记载 他叫大事 放文的也叫大事 大事 有关于佛陀一生的记载 那都是从佛陀 佛陀从他出家修道 到他回乡省清 成道之后回乡省清 这个中间六年 回乡省清 就是回家 就是回家毕罗为国 从他出家修道 成道到回乡省清 第六年 成道到回乡省清 第六年 就成道后第六年 第六年回乡省清为主 那么从他出家到修道到成道 这个也是六年 就六年苦行 这个也是六年 这个中间也是六年 从夜半余城到他成道之前 成道之前 这个也是六年 一般我们说 就简单讲 就六年苦行 那这个比较简略 那这中间就稍微有记载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度了哪些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回乡省清 度化这些佛陀的这些表兄弟 度他的族人 这部分记载的比较详细 那么都有记载 之后就没有 之后就 大概就记载到这里 我们所说的这个 有关于佛陀的一些 佛陀的一些历史 或是佛陀这一生 这个人 这个世尊他怎么样怎么样 那之后就不清楚了 那一直到 这个是早年 这个是早期 那晚期就是佛陀要入涅槃之前 可能从辟舍离 宣布他要入涅槃之后 然后接受唇头的供养 然后慢慢到居士那 那就变成我们说的晚期到大波涅槃 或是叫游行经 这一段有记载 这个是早期 然后晚期的就变成 变成所谓的游行经 编在《长阿含经》里面 那晚期的就变成 这个是早期的 早期的就是 从他沉到后第六年为止 晚期的是他要涅槃前不久 然后到他涅槃 那么这个中间 就是他到涅槃之前 从他游行 就是要到 从辟舍离到 到居士那 那么这个有记载 那这 前面的 就是中间三十几年 基本上 这个是早期 这个是早期 那晚期就是涅槃之前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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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槃前 游行 从辟舍离到居士那 他在辟舍离宣布 要涅槃 然后这个到居士那 这中间 不久 也没有多久 那么 涅槃 发生了一些事 他们就记载在所谓的游行经里面 或是南传的叫大波涅槃经 那么后来这个记载被编入 阿含经 长阿含 或是长布 所以经里面记载的 如果有的话就是他晚期 晚期 这个是经 这个是律 法 我们叫经 就是这样 其他有一些片段片段的 我们把它凑起来 就是很多人 包括很多学者都会把它凑起来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佛陀传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但是 完全的记载就比较没有 不能像 因为以前早期印度人的不中历史 那么现在的人就有 第一年做了什么 第二年做了什么 第三年做什么 对这代哪些人做哪些事 就有那种传记 那不过佛陀那个时代没有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片段片段 那么比较完整的就是 从五部律里面出来的 还有律典里面 金典里面 晚期 那么 涅槃之前的 大概是金跟律里面 就主要这两部分 但是当然 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 就是每一部 每一部律对佛陀的这种佛陀观不太一样 所以他描写的就不太一样 那画地部 画地部叫做佛陀传里面 他这一部分 他叫做匹尼藏根本 这个是法藏部叫做大事 不是 大事是大众部的 大众部才叫大事 法藏部叫做释迦牟尼佛本行 大事是大仗部的 释迦牟尼佛本行 他叫本行 本行本事 法藏部叫本行 本首行 释迦牟尼佛本行 那么画地部叫匹尼藏根本 法跟律其实都是佛 从佛出来的 本行律战根本 因为我们要了解佛陀 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哪里得到的 哪里收集到的 最原始的资料就是这一些 大众部就叫做本大事 大事 范文的也是大事 范文本基本上跟大众都比较大事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佛头传 另外 加设一部的叫做佛王因缘 这根有律的 撒伯多部 撒伯多部 他叫做佛王因缘 佛过去的佛王因缘 这个是佛这一生的 都是佛这一生 然后后来又结合本圣经 变成本圣经 佛过去生 就菩萨道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佛这一生 就是佛传里面有两部分 两部分 本身 过去生的 那这个后来变成所谓的本圣经 然后这一生的 这一生 那这一生就记载在这一些里面 那这一生里面主要 就早期跟晚期 早期跟晚期的 早年的就是从佛出家修行 就是成道前跟成道后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就是我们的资料 就成道前 成佛以前 就是祂出家 然后修行 就是祂出家 那么基本上就是六年 就是六年 从出家到修行就是六年 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五岁成佛 二十九岁到三十五岁成佛 二十九岁到三十五岁成佛 也不多 就主要就是 去见了谁 修了什么法门 大概就这样 那么成道后 成道后 成道后就是 也是六年 最主要就是 那么度了哪些人 从度五比丘之前 那就有谁 两个商人 然后去供养他 然后当然也加一些 是这个成道的时候 那个犯天王来请法 那么四大天王 宪波 就是有这些 就是很多类似像这样的说法 那么就是成道后也是六年 就是度化 度众 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 就是包括度五比丘 到度他的 度静患王 度阿难提波达多 这个 大概就是六年 度众 说法 那么在家出家 那么回乡省亲 那么就是最早的弟子 都在这里说 就是度化众生 这一块 那度化众生 包括他自己的亲主 以及他这些弟子 早期的弟子 早期的在家出家的弟子 晚期的这一部分 晚年的这一部分 就是早 早跟晚 晚年跟早年 早年的时候 这个大概是二十九到三十五岁 这个晚年大概就是 八十岁路面 这个是 三十五岁成佛 然后三十五岁 而且 对 这个是二十九到三十五岁 这个是三十五到四十一岁 也是六年 从三十五 也在乘到前 乘到后 这个是三十五到四十一岁 这个是二十九到三十五岁 这个时候 那这个是三十五到四十一岁 乘到后 三十五到四十一岁 那晚年就是要入涅槃 就八十歲之前 可能就是因為像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滅佛 晚年發生三件事 琉璃王滅世家族 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這個要害佛 分裂生團 婚化就是破合合生 提伯達多破合合生 琉璃王滅世家族 舍利無墓建聯 入涅槃 這三件事 那麼基本上都在涅槃之前 大概可能也不久了 就是在八十歲的時候 那麼琉璃宣布要入涅槃 大概就剩下三個月 就是在八十歲晚年發生了一些事 就是八十歲之前 前不久了 具體多久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七七九到八十歲 這段期間 發生了一些事 詳細的記載就這個 中間 當然就善見在 渡須彭提 早期的十大弟子 基本上都在前六年 就都來了 十大弟子基本上在前六年 大概只有須彭提是最晚的 什麼時候哪一年渡 就還不清楚 不過南傳的有記載 哪一年在哪裡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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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載的蠻清楚的 但是事實上這個到底是不是 之前就 就是律藏裡面 他有一些各個部派 也講得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的佛傳 基本上就是整合的說法 整合的說法 這種整合在西方很多學者 其實上已經 就是說中國也有 但是那個就比較屬於傳說的 西方人經過考據 整合了很多的佛傳 德國的法國的英國的日本的 基本上他們就整合了很多佛陀的一生 所以現在有所謂的佛陀的一生 佛陀傳 這些都是整合的說法 那麼基本上這個是最早的 這是最早的 佛傳 那過去生當然後來本身經裡面也很多是編的 那麼包括 包括這個 這個當然有一些是佛陀 我們說本身經就是佛陀過去生 行菩薩道的時候 那麼這一些有一些是事實 這是佛陀在經裡面自己說的 我過去怎樣怎樣怎樣 那麼有一些講了一些 那麼有一些當然就是 那麼印度人原來的神話 加進去 這個就是佛陀的過去生 然後有一些就是佛地址為了要 然後顯示佛陀的偉大 編了一些東西 那麼這一些傳說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佛陀出生的時候 講了哪些話 然後這個各個傳記講的不太一樣 我們最常熟悉的就是 佛陀出生就能夠走 然後走七步 然後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那佛陀是幼邪出生的 那麼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部派說的 各個傳記講的不太一樣 這個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那這個解脫接近是佛陀一部 佛陀一部說的是佛王 沒有更有律 更有律講 我寫錯了 有部的佛傳是叫做大莊眼 大莊眼 有部的佛傳叫大莊眼 大莊眼 佳瑟一部叫佛王音源 那後來有很多佛傳 過去現在英國經啦 本行經啦 普奧經啦 普奧經啦 這個很多的基本上都是從這些出來 都是從這一些 這些是根本 這些佛傳是根本 然後後來就加了很多 就非常多有關佛的傳記 到中國也有當然 釋迦普啦什麼啊 非常多 但是這些最早 這是最早的紀錄 從這裡出來 基本上是從律 經跟律 那經 主要是記載 片段片段 然後比較完整的那個是晚期 佛陀要露滅之前 那個記載的很詳細 還有佛陀成道後六年之前 記載的比較詳細 就是從成道到成道後這一段期間 記載的比較詳細 那成道之前 佛陀從出生到成道 也有 但是他很多傳說 就是我們會覺得比較神話一點的 就這樣 然後這個大概就是這五部 這五個 釋迦牟尼佛本行 這個是法戰部 品尼戰根本 這個是畫地部 大宗部的是叫大師 大莊嚴 所以講佛陀傳記的 防廣大莊嚴經 大莊嚴 基本上講佛王因緣 這個是佳瑟一部是佛王因緣 好 這個是有關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佛陀的一生佛陀的傳記 他的一個出出根本 那南傳的話 南傳的話主要也是 這個是北傳的 北傳有五部律 那南傳的就是同碟律 北傳有五部律 南傳的是同碟律 我們現在當然是一世分裂 那麼 我們現在當然是一世分裂 但是那個是因為道宣律師的 好 那 這個 是關於佛陀的佛陀的這樣的一個一生 主要的一個說法 出處 那南傳的基本上是律障大品裡面 也是在律障 律障大品 藏傳的也有 那藏傳的比較後期 綠障大品 那麼還有就是所謂的大波涅盤經 就是早期跟後期的 大波涅盤經 就是我們的游行經 他們就是大波涅盤經 不是北傳的大波涅盤經 北傳的大波涅盤經 那個是正常維新的那個大波涅盤經 不是 那就是我們的游行經 他們就是大波涅盤經 就講這個佛陀要露滅之前 發生了哪些事 記載的很詳細 那或者就是本身經佛傳 這個是當然是後來佛陰造的 那藏文的也有 藏文的也很多 那這個可能就比較後面 叫做如意寶樹 轉正法輪這些 我們大概介紹就可以了 藏傳的有好多部 但是主要是南傳跟北傳 因為藏傳是比較後面的 七八世紀 六七世紀才開始 那麼如意寶樹 轉正法輪 它有很多了 那我們就簡單寫就好了 就是藏傳的佛傳 好 那麼這個是 我們現在要知道 釋迦牟尼佛這個人 那麼我們要先知道 我們這些資料從哪裡來 那不管你現在在哪裡聽到的 那麼基本上最原始的是這個 當然這個各個講的也不太一樣 講的不太一樣 那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對佛陀這樣的 這個都是流傳下來的 這個都已經是佛派了 我們說佛法 佛法 我們再來 了解一下 說我們現在了解到的這些資料 佛法 我們所知道的這些佛法 它通常 我們說 佛陀時代 佛陀時代 當然佛陀 佛陀自己多少會講到他 他的事 那麼我們如果從現在來看 就是說 我們了解佛陀這個人 他的一生 通常從兩個地方來理解 一個就是佛陀他自己本身講的 比如說我上課的時候有講到 我小時候怎樣怎樣怎樣 我如果沒講誰知道 有 就是那個我媽媽知道 或是誰知道 但是有些我媽媽也不知道 我爸爸也不知道 或是我的徒弟知道 那知道就是我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我發生哪些事 那麼佛陀也是這樣 佛陀的本身他 修過什麼法 見過哪些人講過什麼法 發生過什麼事 第一個 我們說佛陀這個 這個人他本身發生的這些事 第一個佛陀自己講 第二個佛陀的家人講的 比如敬放王 摩耶夫人 然後在聊的時候 這個釋迦佛校說怎樣怎樣怎樣 一定會講的 因為後來羅後羅也出家 那羅後羅對他父親的印象其實不深 因為他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走了 就去出家了 等到他回來的時候他帶他去出家 所以佛陀之前發生什麼事 其實羅後人是不知道的 如果他知道 他可能他媽媽跟他講 摩耶夫人 或是他爺爺跟他講 敬放王 或是大哀道跟他說 所以說佛陀的這個人 到底他是怎樣一個人 第一個佛陀自己講 在經典裡面佛陀也會講 有時候講到 比如說雜案經裡面 他就會說到 跟他弟子說 我過去一生 我以前還沒成佛子 還沒成道的時候 還沒成正覺的時候 我坐下來都想些什麼 他就會講 然後我遇見了些什麼 他有時候會講這些 佛陀自己講 佛陀的弟子講 佛陀的弟子講 因為他跟佛陀在一起 比如說阿難講 舍利佛講 也會 佛陀的家人講 家族 家人 他基本上就 主要來源就這三個 佛陀的家人 佛陀的家人 佛陀自己 佛陀的弟子 基本上 我們了解的佛陀 基本上是 是從 主要是這三個方面 那當然 佛陀的弟子裡面 有在家有出家 當然有一些就是外道 也會講 在有一些外道的經典裡面 也會記載 有些也會記載 佛陀這個人怎樣怎樣怎樣 他也有 這一部分也有 但這一部分可能會失真的比較多 但是也有可能是 就是佛陀當時怎樣怎樣 也有了 這一部分也有 好 那這個是我們在講到 佛陀的這個人之前 我們先理解 我們這一些資料 到底都是從哪裡來的 好 那現在在講 佛陀的思想 就是佛陀這個人 為什麼會這樣 他為什麼會想出家 那麼為什麼會想修行 後來為什麼又能夠成佛 那麼這個我們應該先知道 佛陀當時的十大因緣 我們叫做背景音緣 背景 一般我們講這個人之前 又一定要先了解這個人的背景 我們叫背景知識 就是說他那個時候的時代 他那個時候的思想 他那個時候的人 那佛陀是 那佛陀是 一般來說 他是西元前 五世紀到六世紀 佛陀到底出生在哪一年 那等下我們再來講 通常我們就是五百到六百 那麼像現在 現在我們過的佛 就是佛緣 佛紀幾年幾年 這個是後來世界佛教徒 有一位那麼定下來的 基本上是佛陀出生於西元前六百二十三年 這個是世界佛教徒開會 在西蘭開會第一次 中國的西藏的日本的不知道有沒有參加 不知道有沒有參加 因為日本的那個時候 好像是說人家不給他參加 還怎樣 不曉得他不知道有沒有參加 韓國的中國的 反正就很多佛教徒代表去 那麼在西元前六百二十三年 西元前六百二十三年 那佛緣是在減掉八十年 因為我們叫佛紀或佛緣 現在我們講的西元 是用耶穌出生的那一年 他到底出生在哪一年其實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他們教廷規定 那麼耶穌出生的那一年 叫做西元 那佛緣就是佛紀 就是以佛陀入滅 佛紀是佛入滅的那一年開始算 西紀就是西元 我們叫西立 這個是以耶穌出生的那一年開始算 如果回立 那又不一樣 這個是佛立 這是佛紀元 那麼西立的話 就是耶穌出生的那一年 回立的話 回立的話 回立的話又不是 回立的話 是以穆罕默德遷都的那一年 開始算 就穆罕默德遷都 那個那一年開始算 那我們這個佛 佛紀 佛遠 是從佛入滅的時候 佛哪一年入滅 佛入滅那一年開始算 佛入滅那一年開始算 佛入滅那年開始算 佛活八十歲這個是確定的 這個就是沒有疑問的 佛就是八十歲入滅 八十歲入滅 所以他減八十歲就是了 活八十歲入滅 那因為他是西元犬嘛 所以在減八十歲 減八十歲是幾年 減八十歲就是五百四十三年 減八十 五百四十三 就出生 出生 然後入滅 這個是當然大家開會決定的啦 大家開會決定佛出生在哪一年 入滅在哪一年 因為總共佛陀到底在哪一年出生 才能夠決定在哪一年入滅 因為八十歲這個是沒有意義 就是佛活八十歲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佛陀出生在哪一年 各家全部把它匯集起來 有七十幾種說法 七十幾種耶 你要知道哪一年 不知道 所以為了整合 整合 所以大家開會討論 各地的佛教徒來開會討論 叫做世界佛教徒有一會 整合 後來決定 後來決定 佛 露滅 出生在六百二十三年 露滅在五百四十三 露滅五百四十三 五百四十三 當然還有一種說法說五百四十四 我們不管 他們就要怎麼加減不知道 就是 出生在六百二十三年 西岩淺 西岩淺 西岩淺一般都用BC 西岩就用AC 就是 露滅在五百四十三年 那就從這一年開始轉 佛祭一年 兩個年三年 我們現在像是佛遠 兩千五百多 不知道多幾年 現在是二零一一 二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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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二零二 三中無歲夜 寒靜不知年 我都不曉得到底是西岩幾年 或是民國幾年 我常常會忘記這個東西 二零二一 二零 今年二零二 二零二 二零二再加上五百四十三 就大概這樣 所以西岩 今年就是西岩二五六五年 二五六 西就是佛遠 以佛祭遠 因為它就是五百四十三年入面 所以就加上五百四十三 今年就是佛遠 佛祭遠 二百二五六五年 基本上是這樣算 通常我們是這樣算 好 那我們先了解這個 佛大概 這個就是 如果是西岩前六百二十三年 我們叫做西岩前六世紀 七世紀 這個是西岩前七世紀 七世紀 西岩前七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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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西岩前七百年到六百年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佛出生那個時代是西岩前七世紀 西岩前七世紀到八世紀 七世紀到八世紀 奧義書流行 我們一定要說到奧義書 因為佛教的很多東西 奧義書流行 那西岩前 西岩前五千三千年 那個時候 廢陀經就流行 所以他們很早 那奧義書基本上是 就是在這個時候流行 在這個時候流行 所以佛陀 佛陀肯定是 也受到這種奧義書的影響 那麼 尤其是 從奧義書整合裡面 有所謂有兩派 一個是宿論 當然這後面六派哲學裡面 但是他最早早期就有 就有這樣的 像佛陀清建去修禪定的 阿羅羅先人 那麼他就是宿論派的 我們講沒有派是 是後來六派哲學裡面 但是他很早就有了 宿論跟與且 這兩派 這是佛羅門的 奧義書是依佛羅門的 佛羅門思想的 佛羅門是更早的 沙門是後來的 沙門是佛陀那個時代才興起的 反佛羅門的 這個我們要知道 這個是很早的 這個是最早的 那麼佛羅門的進化版 他基本上就是像奧義書這一種 那麼宿論與且 所以早期 早期他們都比較屬於修訂主義的 比較偏重 沙門有一派就是變成比較偏重苦行 與且就是偏重苦行的 那麼所以佛法裡面常常講 沙門佛羅門 沙門佛羅門 偏向苦行基本上就是偏向賤 但是他也修訂 沙門是反佛羅門的 沙門是反佛羅門的 那麼他是在佛陀那個時代 才有的 當然佛陀那個時代已經很多沙門 但是之前那個時候才有的 就是新興的宗教 沙門都是新興的宗教 他是反佛羅門的 我們知道沙門有三大綱領 沙門有三大綱領 這個都跟佛法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佛法最主要就是釐清當時錯誤的觀念 他強調正見 強調正道 那麼基本上就跟當時流行什麼 當時的觀念是什麼 當時的修行方法是什麼 佛陀一一把他說出來他的錯誤在哪裡 那麼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所以叫中道 那麼因為佛法跟佛羅門跟沙門有很大的關係 那佛羅門有三大綱領 伊費陀來講 我們要先了解這個 才能夠了解佛陀這個人 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他是經歷了哪些 他是理解了哪些 當然有很多 我們現在的佛陀傳很多都是 有一些是編的加進去的 像我們中國很多 這個也習慣是這樣 因為對佛陀的觀念不一樣 比如說像禪宗的祖師有很多的觀念 其實我們現在認為是事實的東西 有一些都是編的 比如說 木見人 因為我們受到余蘭彭經的影響很深 那麼會認為木見人的媽媽多地獄 其實這件事沒有 在任何的三藏裡面都沒有講到 然後木見人媽媽多地獄這件事沒有 從來沒有 那余蘭彭經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其他的也沒有余蘭彭經 這本經沒有 余蘭彭經應該是 有一點把木見連跟地藏菩薩 跟木連舊母 中國邊的木連舊母合在一起說 基本上是這樣 然後地藏菩薩的母親 婆羅門女跟月地利女 她的母親墮入地獄 地藏菩薩去救她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變成木見人 經典裡面常常木見人常常讀話 就是她會看到鬼到眾生 怎樣怎樣這些神童 然後就整人整合了 後來我們變成 中國邊的木連舊母 地藏菩薩編 編木連舊母 觀音菩薩就編一個什麼公主 妙善公主 這個其實是編的 這個都是編的 後來我們很多都受這個影響 就認為她是真的 後來就認為木連舊母就是木見連 木連就是木見連 其實木見人的母親沒有多的意 禮典裡面經典裡面都沒有這種說法 余蘭彭經也只有中國有 其他的三藏經典都沒有講這件事 沒有講到這件事 那麼類似像這樣 那我們會受影響 我們會以為是真的 比如說我們拜兩碗寶燦 你們有拜兩碗寶燦嗎 有嗎 你們有沒有拜兩碗寶燦 沒有啊 兩碗寶燦裡面講梁武帝的太太 這個王后 死後墮成蟒蛇聖 然後託夢給梁武帝 梁武帝為她敗燦 然後解救她 這個其實也是編的 其實也 這種東西一定是 比如說這個阿難 我們有放驗口 阿難看到一個惡鬼 惡鬼那個就是嬌燦大士 然後說你以後我會變成惡鬼 阿難就很緊張 要怎麼樣才能不多惡鬼 就要死死 這個也是編的 其實很多東西包括說二祖 二祖去見達摩 在雪中斷壁 這個也是編的 那梁武帝 那麼這個看見達摩 說他見識什麼 是沒功德這些 這些也是編的 其實這個在印度就這樣了 印度就很會編啊 編這些做什麼呢 提升人家的信心 那麼講到就是 增加這個人的殊勝 增加這個法的殊勝 那麼由於可以增加 因為佛法是以信心為入門 講到特別殊勝 那麼你就會對這個法有信心 有信心你才能進入 先於一鉤籤嗎 通常都是這樣 印度人就開始有這樣了 不是中國特有的 但是我們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會 就會以為是事實 包括說佛陀從幼邪出身 這些事 那麼我們說有一些佛傳裡面 它並不是這麼講的 它並不是說佛陀從幼邪出身 我們講到這個時候再來講 為什麼這樣講 通常都是說佛到無憂樹下 因為他回鄉神 他們第一個男孩子都要回娘家神 摩也無人懷了第一個孩子的時候要回家 加比羅衛國到喬薩羅國不遠 不遠 不遠 他的娘家在尼泊尾那邊 類似像 加比羅衛國到尼泊尾那個地方 要天閉起來什麼 我忘了 加比羅衛國是金黃王住的地方 然後回到摩也夫人的家鄉也不遠 然後走回去的時候 在南匹尼那個地方的花園 就是他父王的花園 然後抓著這個無憂樹 然後生下釋迦牟尼佛 然後後來就變成從幼邪出身 然後當然這個也有他的一個表法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但是大部分的佛傳 並沒有記載他從幼邪出身 沒有後來就又變成六雅白相從幼邪路 反正後來就越來越多 然後越講越殊聖 然後但是佛教徒看起來會覺得 哇佛頭好厲害喔 但是如果是外道或 你覺得這是在講漫畫 講漫畫 就會覺得 我們會覺得不可思議 他就說 太迷信了 如果一般的人就會覺得 這個你也信 你也太迷信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比較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事實 其實有些並不是 有些他是 就是編出來讓你增加你的信心 感覺到殊勝 但是我們要更客觀的 更理智的來看待這件事 因為佛頭的殊勝不在於 他是怎麼來的 而是他說了些什麼 他修了些什麼 並不是說他出生的時候 哇 放光動地 這些不能表示他的殊勝 真正表現殊勝的是他的思想 他的行為 那麼這個看出他的殊勝 所以即使佛頭像一般人這樣 生出來 但是他後來成佛了 他真正的殊勝不是他的出生方式 他是跟別人不一樣 而是他的觀念行為跟別人不一樣 這一點 但是他們就會覺得 所以後來佛頭覺得在人間 人間成佛這個太不殊勝了 要在天上成佛這個才殊勝 後來就被人進身到天上去 就再變成在 他化之在天成佛 色究竟天成佛 後來就變成這樣 色身佛會老不殊勝 這個都是視線的 要法身佛 他是視線來成佛 他不是像真的還會老還會病 後來就變成這樣 當然這個就是所謂的佛頭觀不一樣 那我們要比較客觀的 或是比較理智的 來理解佛頭這個人 那麼我們當然可以把他神化 讓一般的人覺得 因為一般人的神都是 都是那一種 就很殊勝很殊勝的 為了射受這一些人 當然有一些人就是覺得 佛一出生就跟別人不一樣 那麼這樣來說他的殊勝 但是真正的佛教徒 他不會在意佛是怎麼出生的 而是佛頭的行為 佛頭的觀念 他的殊勝 所以重點在法 重點不在那個色身 或是他的出生方式 他的表現出來不在這裡 這一點佛教徒應該要比較理解 那我們現在要講到佛頭的背景 就是為什麼會有佛頭這個人 那麼基本上要講到所謂的佛羅門 那麼佛羅門有三大綱領 我們講三大綱領 他常常從奧義書來的 這三大綱領後來就是被 我們佛教裡面基本上 其實是否定這三大綱領的 不過現在的佛教 現在的佛教 基本上還是依行三大綱領 所以就是現在的佛教 有一點就是佛羅門化 佛羅門化 基本上還是跟佛羅門思想有交集的部分 還有一些就是在地的神教化 如果中國就加入中國的思想 西藏就加入西藏本地的思想 然後加上通常佛教 現在的佛教 各地的佛教基本上都有這種現象 因為他會回到原來的思想 就佛羅門教 佛羅門教 會有佛羅門的思想的部分 因為他有一些是共的 共世間的 當時的世間就是這種思想 佛羅門 佛羅門原有的思想 原有的 佛教獨有的 佛教獨有的 通常我們看到的佛法 還有當地的 這是當地神教的 比如說中國就加入中國的道教 儒家的思想 西藏就加入西藏本教的思想 然後在 不管在緬甸 泰國也有加入泰國當地的思想 都會有這樣子的 當地神教的 你會發現到佛教基本上 都有這三部分 原有的獨有的 跟當地神教特有的 就佛教特有的 或是當地神教 那麼我們可以講 就是別有的 就是特別有的 都有四三部 都有這三種 我們先講到佛羅門叫三大綱領 廢頭天啟 廢頭天啟 佛羅門至上 佛羅門至上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 祭祀萬人 其實佛教 現在的佛教受這個影響也很深 其實佛陀時代已經把它糾正了 可是現在還是這樣 廢頭天啟基本上就是講 廢頭這個經 這種觀念 是天神 藉由人來啟發的 不是人說的 所以他有絕對的前衛 絕對的前衛 不容華以絕對的前衛 那麼我們現在對經典也類似受這個影響 我們會覺得這個經講的 有絕對的前衛 不能夠懷疑 不能夠否定 如果你不懂 那個就是你業障重 或是你智慧不夠 如果你不能解釋 那你就不要解釋 只要相信就好 現在很多人還是這種觀念 這種觀念是錯的 當然有一些經典會告訴你這樣 比如說波羅聖聖 你不知道 那就是你智慧不夠 當然有一些可以講得通 但是有一些比如說你念了這個奏 那麼他就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不可思議的功德 你相信就好 這些有些基本上 就是說他不合乎道理 不符合道理 那麼他這種觀念就是 因為這個經本身是神 神不會犯錯 神不會犯錯 天神不會犯錯 這個天神當然可以是犯天 可以是彼斯 可以是誰 但是在佛教就是佛 所以這種觀念到了後來 佛是絕對親近的 他怎麼可能生病 生病就是視線 那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變成佛的大便都是香的 因為那個是凡夫製造出來的才會臭 佛是絕對親近的 所以他怎麼可能製造有臭的大便 所以佛的大便一定是香的 那麼如果你聞到臭的 那個是你業障重 那麼基本上這種觀念 其實在佛教裡面也類似都有 那這種其實也是 是廢頭天啟的關聯 那婆羅門事實上 就是因為這個神跟人 神跟人之間的溝通 基本上就藉由這種婆羅門 就是如果在道教就是基統 如果在佛教就是法師 比丘比丘女 那麼就變成藉由婆羅門做神跟溝通 所以婆羅門是等級最高的 佛陀一直在就是說 真正的婆羅門是 身口義親近叫婆羅門 不是因為你種性 不是你的外表 那麼像佛陀有時候會講 真正的出家 並不是說你把頭髮剃掉了 這個身體表現的是像一個出家就是出家 不是真正的出家是 離愈親近 身心親近 這個才是出家 他也在講這個觀念 但是當然當然這個當時的就是說 你比如說你誦經 比如說你廢頭經 那麼你舉行祭祀 誦廢頭經舉行祭祀 都要由婆羅門主持 他才有功德 功德才大 那我們現在也是這樣 就是你自己誦經功德不大 法師誦經會像給你的功德比較大 類似像這樣 那這樣的觀念其實 並不是佛法的觀念 其實婆羅門的觀念也是這樣 那透過種種的祭祀 就是種種的法會 遵照這個儀軌 念誦這個經典 那麼你就可以得到種種的作用功能 它有無上的作用 無上的功德 這些其實我們佛教都受到 現在還受到婆羅門三大綱領的影響 其實因為很多的經典後期 因為佛教傳到中國來已經是 從東漢到西漢 就是最早 如果我們講最早有接觸到佛教 七死亡時代應該就有了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流傳下來 四十二章經已經是很後面了 一百六十幾年了 在西漢 楚王英那個時代已經見佛寺了 楚王英在西漢65年那個時候 西漢65年 四十二章經已經是東漢明帝 已經是一百六十幾年了 一百六十五年的樣子 我沒記錯了 已經是很後面了 早期就已經有了 楚王英那個時代 楚王英那個時代已經見佛寺了 在徐州 那麼已經有佛寺了 而且那個時候已經有佛陀傳 已經有佛陀傳了 就是說他的母親叫摩耶夫人 他有弟子叫做舍利佛 穆見蓮 他們的弟子都叫做沙門 類似像這種概念 那佛陀是怎麼樣一個人 他叫做西達多、渠壇 已經有這種佛傳進來了 而且也已經有一些佛說的法 但不多 那個時候就叫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叫做浮屠經 浮屠就是佛陀了 浮屠或是說浮屠 不多不多 叫做浮屠經 四十二章經已經是很後面了 那個是最早很久就有了 而且在哲隆那個時代也是吸引一百多年 已經有御佛了 他們已經有八關宰戒了 非常早了 但是儘管那麼早也是佛滅後五百年 因為佛在西岩前五百年 五六百年了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是佛派跟大聖並存的時代 都非常流行的時代 所以那個時候的佛陀傳 那個時候的佛陀傳已經是從印度跟佛法已經是印度人經過醞釀了 已經是慢慢慢慢佛羅門教又跑進來的東西了 漸漸漸漸漸 就是那個時候還不多 但是已經有了 已經開始有了 所以還加上當地的 包括經過西域 西域就是在新疆那一帶 原來都是佛教的 那麼再加上他們當地的信仰 那麼就慢慢傳進來 出起大聖經 好 那這三大綱領 然後這個是佛羅門的三大綱領 那我們說沙門 佛羅門 他這個比較重戒 他這個比較重定 所以佛法後來戒定慧 就是從早期他們原來沙門 佛羅門修的戒跟定 加上佛教特有的慧 就變成三無漏學 其實是這樣的 就特有的觀念 就是元起無我的觀念 這個是重戒 重苦行 應該是重苦行 那佛陀從沙門的苦行裡面 攝取有意義的成為戒 那麼從定裡面 學習他們修定的技巧 那就變成戒跟定 然後再加上佛陀特有的觀法 那麼他的見地 就見元起無我 他告訴你 那麼他從山上看下來告訴你 有哪幾條路 你可以爬到這種山上 就是覺悟了 可以讓你覺悟 這就形成我們現在的佛法 我們現在講到佛陀 這個人他是怎麼修行 怎麼成道的 這裡講到就是三大綱領 然後奧義書 我們要講奧義書 那麼主要是佛羅門 那佛羅門裡面 講這奧義書 七八世紀奧義書就流行 那佛陀就是西元前七世紀的 佛陀是西元前七世紀的 就是西元前七世紀 他是623年出生的 那小時候他就學廢頭經了 那個時候已經有奧義書的書想 所以他大概也應該理解 那奧義書 奧義書主要兩種觀念 影響佛教很深 這個是廢頭的 那奧義書是尊廢頭的 這是比較佛羅門教的進化 進化版 身體版奧義書 奧義書 奧義書西元前七世紀 八世紀就流行 佛陀出生前 就開始有流行這種觀念 奧義書的兩大觀念 在佛教裡面他是認可的 一個就是 一字得解脫 一葉有輪迴 一葉有輪迴 一字得解脫 一葉有輪迴 佛法阿含經叫做夜感緣起 他講緣起也是講夜感緣起 一葉有輪迴 夜感緣起 所謂緣起 基本上從生死的流轉的這邊來講 就是輪迴 無明原形形原事 無明原形形原事 乃至生老病死又被老苦 這個是生死流轉的 那麼都是一葉 一葉有生死流轉 那麼一葉有生死流轉 然後一字得解脫 無明滅 無明滅行滅 怎麼樣讓無明滅 就智慧去觀照五運無我 從這一部分 那麼可以得解脫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奧義書說的 但是奧義書裡面的字 跟佛法的字不一樣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解脫的這個字 講的不一樣 所以佛陀成佛在印度 他也是有原因的 如果在中國 可能就成不了佛 為什麼 中國沒有這種思想 沒有這種一葉的思想 沒有這種一字得解脫的思想 沒有 就是當時流行的 如果在那個時候 就是說 就是說有可能 但是不是像我們現在看到的佛教這樣 中國去的思想裡面 包括解脫的思想也是有的 比如說老子到家 基本上就比較合乎解脫的思想 出世間的 但是奴家是以世間的為主 他不強調這種 也沒有這種觀念 這個是我們說到佛教 佛陀 大概有一個理解 就是他在那個時代 他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再來就要開始講到佛陀這個人 就是我們講世尊 他叫做釋迦摩尼 我們說過 釋迦摩尼 是我們給他的稱呼 那麼根據有部律來說 釋迦摩尼是 禁犯王他爸爸 那麼要大家這樣稱呼他的 然後來他成佛 我們就叫做釋迦摩尼佛 如果有部律是這麼說 釋迦摩尼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 他是釋迦祖的賢人 這個是賢人 什麼摩尼什麼摩尼 這是釋迦祖的 他的名字是 渠壇西達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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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名字 其實 如果根據受一些有部律 他說 他說 這個 靜犯王 靜犯王就是要大家稱呼 他的兒子西達多 叫釋迦摩尼 當時釋迦摩尼就是有四種稱號 這是其中一種 為什麼叫釋迦摩尼呢 當然就是我們說 有部律裡面 就是我們說這些都從律典裡面 釋迦摩尼佛回去 陳佛回去的時候 他小時候還沒陳佛的時候 因為也發生了很多事 就是我們說他顯現的跟 表現的跟別人不一樣 他第一個名字 我們說釋迦摩尼佛在當時有四個名字 我們這樣講好了 根據有部律 根據有部律 我們說我們這些資料都是從律典來的 都從律典來的 那麼這個是根本所有的有部律 我們都說根有律 五部律 據根有律 就是有部律 根有律 根有律應該是意境去取回來的 好 那 依據根有律 這個 這個釋迦摩尼佛總共有 就是還沒成佛之前 還沒成佛之前他有四個名字 第一個當然就叫西達多 西達多 第一個叫西達多 他的父親跟他取的嘛 西達多的意思是一切易成就的意思 或是一切功德成就的意思 他基本上 有三個意思 西達多有三個意思 一個就是吉祥的意思 一個就是一切功德成就的意思 一個是一切易成就的意思 一個是一切易成就的意思 主要啦 主要這三個 好 那第二個名字 第一個名字是 所謂的天中天 就是當時靜放王 就是他發現這個小孩子還沒成佛之前 那麼有一些天神 那麼就會來禮拜他了 反正就是有神話的部分 但是也有可能是事實 那麼第三個 他叫做千項力 就是釋迦摩尼佛有能力 就是他的力量非常強 他可以指揮這些大象 都聽他的話 就是他表現出來 所以這樣稱呼他 然後第四個就叫做釋迦摩尼 這個是據說還沒成佛的時候 還沒成佛的時候 叫做釋迦摩尼 就要大家稱呼西達多 叫釋迦摩尼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當時有一個要差神 叫做釋迦真上 我看是叫什麼名字 他有一個要差神叫做釋迦真掌 我們說他有四個名字 當時有一個要差神 就是天神 要差神 他就叫做釋迦真掌 釋迦是他們釋迦族 就像你信什麼信什麼 或是你漢族什麼族 他其實是在形容他們 他們有一個釋迦族的一個叫釋迦真掌 這個要差神見到釋迦摩尼 就是見到這個釋迦摩尼 見到釋迦多的時候會來禮拜他 後來就是 他後來就是為了要辨別或怎樣 他就天宗天然後叫釋迦摩尼 後來這個 進化碗就要求大家 稱呼釋迦多叫釋迦摩尼 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還沒成佛就開始了 釋迦多還小的時候還年輕的時候 後來他成佛我們叫做釋迦摩尼佛 就加上一個釋迦摩尼佛 那這個是釋迦族的賢人的意思 那根據更有利 釋迦族小時候就有這四個稱號 這個是他的名字 原來的名字 然後後來又叫做天宗天 又叫千項利 又叫釋迦摩尼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那他姓是姓渠壇 釋迦佛是哪裡的人呢 一般說他是亞利安人 但是現在有很多種說法 也有說他是有跟黃種人 那如果依據運聖導師對雜喊裡面 因為雜喊裡面有一個婆羅門 稱呼釋迦佛 叫做領群特 這個我在理督上也有稍微寫過這個問題 就是雜喊裡面有一部經 因為這個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們在讀雜喊經 那讀到有這個婆羅門 那麼就是稱呼佛陀為領群特 老師說那什麼是領群特 因為從中文的意思來看 這個不太像是音譯 領群特不像是音譯 那個時候 因為特就是牛的意思 特是牛 公牛 那麼 所以領群特就是領群的公牛 其實就是他那個公牛裡面的 因為牛在印度是尊貴的 尊貴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起來講說 那個就是領群的公牛 當然老師說不對 其實他也不能講不對 這中間很複雜 就是說他是因為領群特的音譯跟辟舍離是相近的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領群的公牛沒有錯 但是領群特這個聲音就是他的翻譯跟 這個音跟辟舍離人有一點相近 咱喊裡面 婆羅門因為歧視 領群特的意思就是詹陀螺的意思 是卑劍種 婆羅門稱 稱佛為領群特 這個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我看了英雄老師的書 不然那個時候讀雜阿喊的時候 什麼叫做領群特 因為從字面看 這個是牛阿 領群的牛阿 就是牛網的意思 帶頭的牛網的意思 但是這個其實是音譯來的 其實就是辟舍離人的意思 其實是辟舍離人的意思 那麼從這個角度看 婆羅門稱佛為辟舍離人 他是一種 有一點像日本人講中國人 就是有一點不屑 歧視的意思 所以你在雜阿裡面看領群特 你會找到什麼 斬陀螺 卑劍種的意思 卑劍種 所以一般從這個地方來看 那辟舍離人跟加皮羅位人 他是同種的 就釋迦族 加皮羅位的釋迦族 畢舍離跟 畢舍離在 等一下我們畫個地圖給大家看一下 他在加皮羅位的旁邊不遠 旁邊不遠 好 那麼 這個 畢舍離人跟釋迦族 就加皮羅位國的釋迦族 他是同種的 他是同種 同種 同圓的 所以從這個地方看 釋迦佛 有些說是亞利安人 釋迦佛到底是什麼族 什麼人 有些說 有些說 一般早期的說 我們都是他說他是亞利安人 高貴的 亞利安人是跟德國那個綠爾曼民族 可能有一點就是比較歐洲系統的 西特爾應該也是類似像 德國那個比較像是亞利安人的後代 比較是亞利安人 但是有很多種說法 也有說他是蝗蟲人 蒙古的蝗蟲 從蒙古什麼 誰叫蝗蟲人 那麼如果根據 根據雜喊裡面 婆羅門 正統的婆羅門 正統的婆羅門 他看不起釋迦族 那麼稱呼他是卑賤種 用辟舍離這種概念來稱它 因為他跟辟舍離是同種的 那麼所以就叫他是卑賤種 叫做辟舍離人 辟舍離人 辟舍離人就是卑賤種的意思 有一點像日本人說 滋納滋納 你這個滋納 那是騎士 滋納其實就是秦的翻譯而已 秦朝的秦 恰那恰那 秦 秦仁 後來就變成恰那恰那 中國後來就是滋納 最早的 最早的秦仁 後來當然 日本人後來看不起中國人 就把中國人 叫滋納滋納 滋納就不好聽的意思 就歧視的意思 早期沒有 早期滋納沒有歧視的意思 後來滋納就有歧視的意思 那辟舍離人也是這樣 他講辟舍離人 就像日本人講 滋納滋納 這個婆羅門就講 領群的辟舍離人 辟舍離人 就卑賤種 如果從這個雜含心 這個正統的婆羅門稱呼 釋迦佛是辟舍離人來說 就是悲見種的意思 來講 這個釋迦祖跟辟舍離人 都源自於尼泊爾原住民 尼泊爾高山的原住民 如果從這個地方來看 釋迦佛應該是尼泊爾原住民 後來滅 劉立娃滅釋迦族的時候 很多釋迦族也都逃到尼泊爾西藏 這個地方 又又又逃回去 這個只是 如果從 導師的這樣的考證來說 是這樣的 很多人考證 釋迦摩尼泊爾到底是什麼種族的 經典裡面講到釋迦族 講到釋迦族 講到釋迦族 基本上有所謂的幾種 這個都是指釋迦族 這個是一般的研究 亞利安的黃種 以前我們都覺得他是亞利安人 以前釋迦族是亞利安人 這是尼泊爾的原住民 尼泊爾的原住民 尼泊爾的原住民 是原住民 那如果從這個來看 那如果從這個來看 那如果從其他的經典來講 他們稱佛 他們稱佛都是這麼說的 經典裡面講到幾種 要講釋迦族 第一個認為釋迦族的一個來源 一個叫日種 日種也是指釋迦佛 日種 另外一個叫甘蔗種 甘蔗種 它也是指釋迦佛 這是釋迦族 一個叫舌宜 這個都是指釋迦族 好 那這個我們說 釋迦佛 釋迦佛 大概有這四個 西達多 渠坦西達多 那一般我們說的就是渠坦 他信就是信渠坦 渠坦西達多 渠坦西達多 渠坦一般我們翻作喬達摩 渠坦就是喬達摩 喬達摩 是信 喬達摩是信 這個是名 所以這個是信 這個是名 這些都是他的稱號 天中天千相立 釋迦摩 這是他的稱號 那 他叫做渠坦西達多 或是喬達摩西達多 這個是我們對釋迦某的一個比較基礎的認識 另外 另外他出生 剛才我們講過 一般 到底釋迦佛是身在 好 我們還要講 他的背景知識 稍微講一下 就是除了沙門婆羅門之外 就是 最常見的就是沙門婆羅門 因為佛陀本身是 佛陀本身是沙門 你插掉沒關係 佛陀本身是沙門 那經常 佛陀是沙門團其中一個 常常都是沙門婆羅門 沙門婆羅門 沙門婆羅門 那麼我們很多這種 習慣 其實都是跟當時的沙門團學的 比如說過午不時 那麼 八觀再見是婆羅門原有的就有了 就是 托波 托波也是跟當時的這一些沙門婆羅門 那婆羅門也有出家的 沙門基本上都是出家的 婆羅門有在家有出家 好 剃頭這個也是沙門 就是頭髮剃掉 然後出家 這個 婆羅門也有出家的 但是他們是晚年後 結婚生子的義務進完了之後 兒女養大了之後 他才去出家的 婆羅門都是這樣 當然婆羅門也有年輕出家的 叫做泛智 他也有年輕出家的 但多數都是年紀大了之後 然後離開家庭 然後去 一群人住在一起 然後再更後面 就一個人單獨住 他們是分這幾個階段 就是學習的時期 然後 然後就是 成家立業的時期 然後 事業到了一萬千 直接兒女養大了 然後去出家 出家的時候還是一群人住在一起的 後來就自己一個人住 獨住起 婆羅門是把人生分成四個起 所以婆羅門有在家有出家 那沙門基本上都是出家 沙門婆羅門的概念 在阿安靜裡面你很常見到 就是沙門婆羅門 所以很多 我們很多的習慣 這個觀念其實都是從沙門婆羅門來 好 還有一個就是 當時 當時的崇拜的神 他主要有一個 主要當然第一個 有三大神 當然還有一個 後來沒有 主要是三大神 他們主要是三大神 他們主要是三大神 梵天 彼斯努 其實這個後來也 我們佛教很多 其實跟這些神也有關係 彼斯努 梵天彼斯努跟師婆神 跟師婆神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火神阿祈女 拜佛教的 三家座 這個當時也是很信奉 就是拜佛教的 他們火神阿祈女 印度本身就是多神信仰的 跟中國一樣 就是多神信仰 但是他就是三大神 後來有的會三大神合一 阿祈女 火神阿祈女 透過火 透過燒 能夠把這一些東西 送到哪裡 送到哪裡 這個是火神阿祈女 那麼你把這些 這個包括後來的所謂煙貢火貢 都是從這裡來的 你把東西丟到火裡面 那麼火化掉了之後 送到天上給天神吃 然後天神就把福報降給你 那麼這種後來密教就很流行 這其實就是婆羅門教的東西 像現在有很多火貢 燒那個木頭 燒那個米丟進去 那個其實都是婆羅門教 當時所謂的拜佛教的 他的這樣一個信仰 那這個在廢陀就有了 那你這樣之後 你死了之後 你的靈魂才可以進入神的國度 就是你藉由這些供養神得到的福報 那麼你未來可以 可以到神的國度裡面去 然後這個是創造神 創造神犯天 這個是保護神 這個是創造神 創造 其實就是生 這個是保護 這是住 保護神 這個是破壞神 這個是破壞神 其實就是滅 其實就是講世間生住滅的三種現象 世間 從生到死 那中間那個階段叫住 生住滅 那後來我們講生住意滅 一切一切現象都會經入這 都會經過這三種變化 都有 那這變成三個神 彼斯努 犯天 創造神 保護神 跟破壞神 那破壞神就是我們說的 師婆神就是 我們說的大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的天神 現在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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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印度也是影響最大的 印度也是影響最大的 那彼斯努 彼斯努 跟最多 以前在佛陀時代 犯天是比較 佛陀阿安經裡面主要兩個神 一個是犯天 當然還有一個戰鬥神 還有一個戰神 戰神是刀立天 仕體歡迎 刀立天 佛陀阿安經裡面最常講到的三個神 刀立天、犯天 當然還有一個大自在天 他基本上這三個是比較常說到的 最常見的是刀立天跟犯天 犯天情法 刀立天是變成佛的護法 情轉法 還有一個就是 魔 就是犯天 魔王 魔天跟刀立天 四體還原 這三個 魔有些就是講大自在天 大自在天是魔王 有時候把這個叫做魔王 他破壞 他就是破壞什麼 魔基本上是有時候這樣大自在天 那這個犯天 天魔犯 你常常看阿安經講天魔犯 天魔犯 天就是道立天 霜天 天魔犯 天魔犯 霜天 這都是阿安經裡面常見的 那印度基本上是有三大神 犯天現在很少了 犯天在印度很少了 主要都是師婆跟彼斯努 彼斯努的太太 这个在印度 这个在泰国就很流行 被成四面佛 犯天到了泰国 特别被尊重 被成四面佛 所以就是大犯天王 彼斯努 彼斯努他叫做片露天 其实就是他叫做片露天 片露天王 印度他起的是大盆金翅鸟 他的太太叫做吉祥天女 我们念的吉祥天女宗 其实就是彼斯努的太太 吉祥天女 叫施利施利 我们不是早上 有些人早上会念 十小座里面有吉祥天女宗 基本上是彼斯努的太太 这个师婆神是 他的太太是雪山天女 雪山神女 这是我们说佛陀当时印度的一个思想 这些后来都在佛经里面 你都会看得到 比如说这些天魔犯 后期的佛教 就是参入了很多这种 这种这些神的信仰 特别是印度人的神 印度人的神 婆罗门的神 婆罗门的神 基本上跟人不太一样 大圣佛教的神跟人还一样 菩萨跟人是一样的 印度人的神 一个就是 他多手多脚多眼 多手多脚多眼 多头多眼 我们一般来说三头六臂 头有几个头 有几个眼 眼睛比别人多三个 好几个 然后手好几只 脚好几只 我们看到的菩萨像很多 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菩萨像 比如说好 我们说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那这个其实是印度神的概念 佛教里面没有这种概念 佛教里面的菩萨没有 没有多只手多只脚的 这个其实是从 包括我们说准提菩萨 六臂观音这些 这些其实是印度神的概念才有 佛教里面有这种 佛教的菩萨 你看初起大圣菩萨 没有这种概念的 第一个就是 这个都是师婆神的事 师婆神好像有三只眼的样子 那么有些人有很多只脚 很多只手 第一个就是他手 脚 头 有这两个头三个头 眼睛好几个 跟人正常人不一样 异于常人 这部分都是异于常人 表现出来 像如果在中国 你三只手四只手的 我们说这个是怪胎 如果在印度 这个就是神胎 就是神 神 这是他是神派来的 所以他们就把他供起来 就是观念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们后来的菩萨跟佛 都受到这个影响 早期没有 这种菩萨像跟佛像 的相貌 其实就是我们说 婆罗门化的就是这样 他变成婆罗门化 其实还有教义也是这样 就是佛菩萨的这种观念 跟他的内容 修行方法 后来有一些就是婆罗门化 还是不免受到这个影响 第二个就是 就是这些神 这些印度神 他基本上 这印度神 像这种菩萨奴 师婆 他们都 多手多脚 多远多头的 就不一样 表现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 他们都有坐骑 坐孔雀 骑相 骑什么 骑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印度神的概念 出去大圣的菩萨 他就是人 他没有说 骑牛 骑孔雀 骑像 骑狮子 没有这种的 没有 后来的 我们说后来的 文殊菩萨 骑狮子 普贤菩萨 骑像 观音菩萨 骑龙 这些其实都是受到这些影响 真正的佛法里面 菩萨没有在骑动物的 他就是正常人的观念 但是这些是色受印度人 因为你没有就没有表现出这个菩萨的殊胜 所以他多手多脚 后来有时候千手千眼观音 六臂观音 什么菩萨 这个其实密教才有 显教其实 没有 后来当然有一些 他也表现在他的坐骑上 那这个是我们说 佛教婆罗门化 从菩萨跟佛像 他就是不一样 开始 那佛陀就比较没有做什么 他做莲花 那这个做莲花的概念 基本上 印度神也有这种概念 他也有就是从莲花化身 然后在莲花上 坐在莲花上 也有这样 那其实佛教里面 有没有特别说 佛是坐莲花的 也没有 也没有 他基本上的概念 不在于他的像 在他的法 就是说 佛法最重要的 因为你说 佛陀坐在莲花上 这个是表法 他这个表法 其实是受到 我们可以说 受到婆罗门教的影响 然后或是菩萨 其狮子 其相 这些都是受到 婆罗门教的影响 但是也不可 就是这样来表达他们 就是表达佛菩萨 基本上就是 跟他们的神一样是 因为他表达的观念 就是殊胜 有威得力 他表达的概念 其实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我们说到 说到佛陀 佛陀这个像 以及佛陀的这种观念 好 再来讲佛陀出生这一件事 佛陀出生这一件事 我们说过 我们这些资料都是从五部律 或是律典里面来的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 就是 佛陀到底是 怎么出生的 通常我们讲 就是因为他 有些出生前就有一些征兆 就比如说摩耶尔夫人 梦见六崖白象 入他的幼邪 然后他就怀孕了 当然这个都是 可能就是后来加上去的 释迦佛可能也不会讲这件事 那么 如果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摩耶尔夫人自己讲的 可是摩耶尔夫人生下释迦佛不久就怎么样 就升天 好像七天啊 几天都死了 他也不可能讲 所以后来这种故事 释迦佛不可能讲说 不可能讲这件事 他提六崖白象入摩耶尔夫人的父 摩耶尔夫人生下释迦佛不久就死掉了 所以这件事基本上就是有一点 类似像 可能是后来编出来的 来说明出生之前都是要有一些异象 异象来表现这个菩萨的殊胜 那我们先说释迦佛出生这件事 那一般来讲 就是说释迦佛出生的时候 当然经典里面都会讲有一些异象 那一般来说释迦佛出生是摩耶尔夫人 摩耶尔夫人我们讲 讲几本经 一个就是我们说 佛本行经 当然佛本行经就是已经是整合的 佛本行经已经是整合的 就是说我们说那五步律 五步律整合之后 就变成主要 主要我们北传的两本佛传 佛传比较完整的整合的 整合的就是把这五步律里面的内容 那么游行经的内容再加上其他景点里面 可能再加上他觉得要加进去的 这些整合 整合就变成 第一个叫做佛本行经 这是佛本行经 这是马明菩萨的佛所行经 非常有名 第二个就是佛本行经 这是整合我们刚才讲的一跟二早跟晚 最早佛陀出家前六年跟佛陀涅槃死 整合这五步律里面说的 不是五步律都整合 就是律部里面的早期的说法 就比较详细的跟晚年涅槃之前 然后再加上经典 经典里面的 那么早期的 然后晚期的 就是八十岁之前的 就是涅槃浅 还有陈道浅 陈道前后六年 陈道前六年跟陈道后六年 然后这个是记载在律部 这个是记载在经 就游行经里面 就整合这个 再加上 再加上 就整合 整合这个 再加上 可能是一些传说的 再加上 就是其他的 其他经典里面的 有记载的 然后整合之后 就写人与佛传 佛所行战跟佛本行经 主要是这两部 那我们现在讲到 佛所行战里面的 佛本行经里面的说法 那我们说佛陀从幼邪出身 这个是根据佛本行经的 那么佛本行经说 这个 此女梦白相 我们稍微讲一下 就是摩耶夫人 这个白相是六雅白相 齐六雅白相 此女梦白相 去入齐佑邪 从佑邪入 那么 此此无暇会 此此无暇会 天人其手里 一切无不知 所生必为佛 所生必为佛 这个是 就是整合这些佛的传记里面 讲到佛出身 有这些异象 那这个女当然就是 她的母亲摩耶夫人 当然讲到 后来又讲到 佛要投胎的时候 先观察四间女子 有一个人 看能受她 就是能够 能够 能够看受这个 就是有福德的 有智慧的 就投胎到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 后来的说法 但是如果根据 如果根据 这个是佛本行经的 她就是 她也没有说 从佑邪出身 她只是说 她没有说从佑邪出身 她只是说 摩耶夫人 梦见六雅白相 入她的佑邪 那如果从这个 从这个 我们说另外从 八十宋令 八十宋令最早的 就是 南传的有这个 《未成有法经》跟《大本经》 那么 她是说 好 《中阿涵未成有法经》 中阿涵的 《未成有法》 《未成有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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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講佛的 出生的事 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後來加入了 想像 神話 或是他 就是加入了很多 比較 比較特殊的這種說法 那麼就是講佛 佛從母幼邪出生 母親的幼邪出生 但是如果是巴黎文的 同樣巴黎文的《未成有法經》 他就沒有講崇越前 而是講佛 佛在 他講佛在 他母親的 母親的父親 就是他爺爺的花園 就是藍匹尼 他在藍匹尼 藍匹尼的花園 藍匹尼是摩顏夫人的爸爸 的王家花園 在藍匹尼 藍匹尼 國王的這個花園裡面 的無憂樹下 一般講他是無憂樹 佛陀 佛陀出生 成道跟涅槃 都跟樹有關係 出生是無憂樹 成道是碧波羅樹 叫做菩提樹 成道 碧波羅樹 涅槃是梭羅樹 梭羅雙樹 兩棵梭羅樹 無憂樹 在無憂樹下 站立 站立生下了釋迦牟尼佛 就站著生下釋迦牟尼佛 就是他手抓著無憂樹 然後就是站著生的 站立生下釋迦牟尼佛 生下希達多 他是這樣 他是這樣 他也沒有說 從幼邪出生的 這樣的說法 如果現在很多人相信 釋迦佛是從幼邪出生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是在說什麼 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 釋迦佛當然不可能從幼邪出生 但是很多人相信 這種 其實這種我們就說無稽之談 但是如果有的話 他是表法 從幼邪出生這件事 如果有的話他是表法 他不是真的 他是在說明 在顯示說一些什麼道理 一個就是 印度人習慣認為 他分做四種種種訓 他分四種種種訓 婆羅門是從 犯的口化身 草地利是從 飯天的血出生 肺舌 yah 就是從這個腰這邊出生 然後 這個 手陀螺是從膝蓋出生 就是越洋越洋下 飯天的下面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表示釋迦佛是差地立種 差地立是從血 他是王主 差地立種 所以他是血 如果是右血的話 基本上是指南的 大概是這樣 如果錶法的話 第二個就是從天人的角度來看 天人 一個就是 釋迦佛是從 菩薩是從道立天下來 不是道立天 多率天下來 那麼多率天人的出生方式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道立天的話 有時候是從膝蓋 從膝蓋化身 而且膝蓋化身的話 他越往天就越往高 他們是化身的 天人是化身的 天人是化身 化身的話 比如說你是道立天 你就大概從膝蓋這邊 忽然間就奔出一個五歲的小孩子 五歲的小孩子 他一出生就能講話 就能走路 然後如果是道立天的話 也是 大概就從右血這邊化身 大概就是七歲的小孩子 就是 就是 未往天未往高嘛 五歲 六歲 七歲 八歲 九歲 就這樣 就大概是這樣 這個在 這個在經典裡面是有記載的 就是說 每一個天人化身的 他不是從產到生的 而且男的女的都能生 因為他是化身的 他不是要子宮啊 所以 男的也可以生 女的也可以生 那男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坐在這裡 假設我是天人的話 那麼我要生之前 我會感覺 我好像要生了 忽然間一個小孩就蹦出來了 就在我膝蓋這邊蹦出來 真的 這在哪一本經有記載呢 我看看 他要生之前 他會感覺到 我要生了 我好像要生了 然後忽然間小孩子就蹦出來了 那小孩子蹦出來就會講話 這個就我們說的 這個就是 我在哪裡 要看到再跟你說 然後 就有人走路就有人講話了 所以 是有關釋迦佛的傳說 那麼有一些可能就是從天人的角度 或從天人的這樣 他從道路線下來 而且他就 出生之後講什麼 又不一樣 記載的又不一樣 就是我們說他 一出生 他就能夠眼觀四方 然後能夠走路 而且走七步還可以講話 那這個不是人的 這個如果有是天人 天人是這樣沒有錯 天人是這樣 而且是越高級的天人 他就是 他一長出來他就越大 一般就是 如果是天人是 比如說道立天的天人 基本上就是五歲 大概五歲 那越往 越往高的天人 他就是 又越大一點 六歲七歲 而且他一開始就能講話 而且就能走路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這樣 天人也是從小到大 但是他這個小 不是我們那些生出來什麼都不懂 還要服役那種 不是的 他也是從小到大 但是他不會老 天人不會老 他只會摔 摔老 所以如果 如果從又寫出生這種說法的時候 第一個表示他是差低利 差低利 第二個表示他是從天人來的 從天上 天人下來化身的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那實際上我們看到他還是從產道出生的 摩耶夫人產道出生 而且摩耶夫人因為生下釋迦佛不久就死掉了 好像七天來幾天就死掉了 也是生到道立天去 生到道立天去 那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所謂的又寫出生 如果是錶法 那實際上他還是產道生的 他不可能是又寫 又寫化身的 但是我發現有很多人還是 相信他是又寫出生的 那麼他認為 他認為佛一定要跟別人不一樣 他才是佛 那其實是不是這樣子的 那他這裏 我看到了 有一本經叫《啟示經》 《啟示經》有點像創世紀 他就講到 你們有空可以去看 他就講到天人出生的方式 那麼你行善的時候 就升到天上 升到天上的時候 基本上 他說 或於作處 或兩息內 他說 貨在天子 《啟示經》就是我們佛教的創世紀 就是世界是怎麼來的 他說 貨在天子 男的也可以生 女的也可以生 貨在天女 貨於作處 你坐的地方 就是座位上 寶座上旁邊 就忽然蹦出一個出來 貨兩息內 那這個應該是道立天或四王天的 貨兩息內 貨兩骨間 那麼你越高 你就可能 出生之間的那個 蹦出來的地方 他不是說這個膝蓋 蹦出一個來 不是喔 他在膝蓋這個地方 蹦出一個出來 比如說我坐在這裡 假設啦 他都有寶座 天子有寶座 或是他有坐著 假設我坐在這裡的時候 那麼忽然之間我感覺我好像要生的 男的也可以生 女的也可以生 我忽然間感覺 我好像要生的 我們要生就是那種 女重症痛 然後他不是 他就感覺要生 忽然之間感覺要生 忽然之間一下子就從這個膝蓋 奔出一個小孩子 他是寫12歲 有的寫6歲 有的寫5歲 有的寫7歲 他這裡是寫12歲 忽然而生 或兩骨間兩膝內 兩骨間兩膝內 那這個是兩骨兩膝的話 基本上就是他的天的層數比較低 比如說道立天 那道立天上面是夜摩天 夜摩天 夜摩天再上去就是什麼 多帥天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是在講他是從多帥天人下來 那麼兩膝內 那麼 他說 忽然而生 忽然間就蹦出來了 初出生死 記如人間 12歲 所以一出生就能講話 這個是天人境界來的 記如人間 12歲 那個是從天人的角度來看 實際上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 會嚇死多少人 真的 你一出生這個小孩子就有人走路 都有人講話 天下天下我有毒瘸 我看會被人家一棍打死 嚇死了 就會被嚇死 一般是這樣的 他說 他說若是天男 他說若是天男 如果你是男的 就在男的旁邊蹦出來 如果你是女的 就在女的旁邊蹦出來 若是天男即在天子坐出西邊 若是天男即在天子坐出西邊 膝蓋這個地方 膝蓋這個地方 膝蓋 隨意出生 看你坐的地方 還是膝蓋這個地方 忽然間蹦出來 隨意出生 若是天女 即在天女 所以他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變成男的生男的 女的生女的 若是天女 即在天女兩股內生 他也是忽然間忽然而有的啦 然後 即出生 你看喔 出生之後 就會講話 比天即稱是我兒女 沒有 這個天人 天人會講 天人會講 這個就是我的小孩子 因為 就是從他那邊出來的嘛 但是他沒有說他講話 筆天即稱是我兒女 那這件事我特別印象深刻 為什麼呢 因為還蠻久的 十幾年前 有一個女眾 有一個居士 他跟我講 師父 我記得我過去生的事 他說 我過去生是一個天人 他講的跟這個一樣 但是他沒有看經 他沒有在看經的 他沒有在讀經的 但是我讀過 所以我就知道 你講的跟天人一樣 他說 我記得以前我在天上的時候 那時候我要生小孩 忽然間就感覺 我好像要生了 然後就在我這個膝蓋旁邊 蹦出一個 蹦出一個小孩子出來 他真的這樣講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讀過經 但是我讀過 所以 我就有讀過這本經 我有印象 後來我就相信 他真的是天人下來 因為他不能變嘛 但是他講的 他在天上的情況 跟他天人生小孩的情況 完全一樣 但是如果他講的 他也是在膝蓋這裡 那他大概就是道立天的 道立天的 因為他境界比較低一點嘛 他說懶得也能生 女的也能生 那確實沒有錯 確實是這樣 然後他生出來他就知道了 經典上講天人要生的時候 他會 他會思維 這裡是哪裡 為什麼會生到這裡 他都會思維這些事 所以我們說如果講佛是幼邪出身 幼邪出身的話 他基本上如果有的話 第一個就是他是差地利 差地利從犯的 因為婆羅門認為 最尊貴的是 從犯的口化身 所以阿含經裡面也常常會講 這是犯的 犯的口化身的 這個是婆羅門 這個是婆羅門 那如果從這個腰 腰這邊化身的 就是這裡兩股這邊這邊化身的 那個是Face 從膝蓋 在 更底下 這個是 索陀羅 所以我們從這個來看 實際上他是在表法 表法 在講佛是差地利種 或者佛是從頭上來天下來的 這樣比較可能就是比較 比較合乎 你說真的從 又邪出身要怎麼生 這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這個是我們說 佛陀出身 出身就會走路 而且走七步 有這種說法 一般還是說有腳踏蓮花 腳踏蓮花 走下去就有一步蓮花 就乘著蓮花 然後走七步 然後講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我們來講這件事 那麼 時間又到了 是嗎 剩下一分鐘 好 沒關係 一分鐘 我可以把它變成三分鐘 我們把時間延長 一分鐘變三分鐘 把這個講完就好 十一點半 那麼關於佛陀出身就能夠走路 走七步 而且講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我們來看大制度論的說法 大制度論他說 我們講這個 第一卷一開始就講這個 藏佛館 我們把這個講完就好 大制度論建議一開始最前面 歸進三寶即完了就講這個 歸進三寶即完了就講這個 這份建議 好 他說 他說 菩薩出身死 他並沒有用這個 並沒有用這個天上天下 我有獨尊 沒有 但是他也是能夠講話 出身死 放大光明 放大光明 這個都是平常都會說到的 普遍十方 大聖經典的特點都是講這個 普遍十方 佛說法也是這樣 那麼行至七步 事故觀察 就走七步 那麼很多人在探討為什麼要走七步 七步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就好 行至七步 走七步 事故觀察 就觀察示範 做獅子吼 而說祭言 做獅子吼 而說祭言 就能講話 不過講的不是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做獅子吼 而說祭言 就開始說一個祭 我生胎分界 是罪莫厚生 一般我們知道的就是 一手子天 一手子地 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一般我們知道的就是這樣 我們的玉佛也是這樣 有沒有 那個玉佛的那個西達多小太子 一手子天 一手子地 然後 也是這樣 我生胎分界 是罪莫厚生 你 我已得解脫 当父度众生 他是讲到 释迦佛并没有说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他是说我生胎分剑 我这是最后一生 我是最后一生 我是来度众生的 大概就这样 这是我最后一生 我是来承佛度众生的 大概是这样 因为时间到 三分钟 等下下次我们再继续讲 谢谢 这个好像是玻璃面的 怪不得容易插 好写好插好插 接共成佛道 好 来 问 确实是 这我怎么会